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志超 应广大球迷和粉丝的要求 我们全新打造了一套直拍横打的体系教程 现在由我带领大家来学习直拍横打 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直拍横打呢 第一种手腕力量大 手指灵活 韧带柔韧性更强 因为直拍横打想要拉出更强劲的反手技术 需要有个强大的力量来支撑 第二种适合手指不灵活 因为老师推挡的时候 他需要手指的转换到正手 所以这种对手指的要求特别高 所以这个类人也适合直拍横打 因为直拍横打他对转换没有什么 没有特别的要求 他只要能把手指的固定好就可以了 第三种适合直拍进攻意识强 因为老师的时候 反手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进攻能力 他只能搓或只能推 对吧 如果说进攻意识强 你只有依靠侧身才能有更好的弥补进攻 所以说直拍横打可以有效的去弥补 反手位的进攻的意思 所以说这类人也很适合直拍横打 第二点讲讲直拍横打和横拍的有哪些不同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在于说直拍横打他需要一个手指手腕的发力 横拍则只需要手腕的发力 还有一个就是板形的问题 板形直拍他需要靠手指来调节板形 横拍他的板形就是天生就有个亮拍的板形 所以说在于这不同 就在于说发力上的可能横拍会更简单 直拍会更复杂 还有就是在于在于直拍手腕比较灵活 所以说他在拧拉的方面 他是以侧弦跟往前的方式 那横拍呢 他的板形会比较好 所以他的力量会比较大 所以说区别在于说直拍与旋转为主 横拍与力量为主 第三点在于说 直拍在进攻的时候 或者在反抖撕的时候 他的还原的时候 动作可能会稍微晃动 因为他需要手指的支撑 而横拍在进攻跟撕的时候 他这个板形会比较好 所以说在于说 直拍跟横拍在于说发力的区别 还原的区别 横拍在于说板形固定 直拍在于说板形会比较晃动 所以说直拍横打跟横拍 还是会差一些 第三点给大家讲讲 直拍横打在比赛中可以带来什么优势 第一直拍横打在可以加强反手率的有效进攻 因为原来的直拍 只能依靠测身位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要测身的话 对步伐要求太高 很多球迷都没办法做到这点 所以说失去了 失去了主动进攻 但是直拍横打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点 他有效的加强相持球的主动进攻能力 原来的老式推挡只依靠 只依靠推挡 推挡只能依靠控制多变 为正有创造机会 而直拍横打折不同 他可以快撕 包括台内的领拉 还有就是弹击 这在主动相持当中 都有更好的一个主动进攻能力 第三点 如果传承原来的直拍左推右攻的打法 他在左推右攻转换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手指的力量快速转换 这对于业余球运来说 是一个很有大的难度 然后他会影响到你的还原慢 而且动作的不稳定 直拍横打相对以后会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转换的幅度 稍微会比这个传承的左推右攻的 会稍微小一点 所以说会比较好保持还原的速度 更有利于在箱子中保持更有效的进攻 第四点给大家讲讲你适不适合直拍横打 第一点主要体现于推挡和直拍横打的防守和进攻的转换意识上 部分球迷在推挡的时候都是以防代替进攻 这个是属于很被动的 很多球迷为了改变现在的局面 想学习直拍横打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所以说你想学好直拍横打 首先你要把板型跟手指的配合要运用好 才能学习更好 反手的直拍横打是一套反手体系 有利于球迷推挡的被动局面 也有一部分的球迷适合推挡 他比较讲究控制多变 然后他为正手创造更好的进攻机会 第三点在于学习直拍横打和横板中 直拍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他要求整体的素质要高 头脑比较灵活的 还有冷静的人比较适合直拍横打 这集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